同学你好 欢迎继续学习收益管理课程 这集课主要与你一起来讨论收益管理的文化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收益管理文化的重要性 随着收益管理在各个领域的普及 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收益管理 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且任何管理模式都需要一定的人员配备 好的流程 适当的工具和清晰的组织结构 有管理者表示 目前主案酒店收益管理取得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旧观念的固化 对收益管理心存偏见 可见旧观念的改变 和对新理念的接纳 对国内酒店业来说还需要一些时间 国内酒店业引入收益管理理念的同时 有必要对收益管理文化进行解读 只有这样才能将收益管理文化 贯彻在酒店的各个层面 收益管理的有效实施 以收益管理系统为基础 适合的人 适合的流程 以及适合的工具 是收益管理系统的必要构成 建立收益管理文化 就是让收益管理团队 按照收益管理系统去理解问题 思考问题 和做出决策 在团队中 收益管理经理 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和能力呢 收益管理经理 其实是在不同的人面前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对老板而言 收益管理经理 需要拥有超强的工作能力 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尤其是技术方面的难题 在客户眼中 收益管理经理 掌握着丰富的资源 也有很大的权限 能够决定产品的价格 在同事眼中 收益管理者 能够完成各种高技术含量的工作 由此可见 收益管理经理 在酒店经营管理的过程中 主要发挥着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 收益管理经理 参与制定酒店的长期战略定位 和工作计划 使酒店在激烈的竞争中 谋求长远发展 比如 需要思考酒店要接待多少散客 多少团队客人 两者的比率是多少 多少直销客人 多少分销客人 这两者的比率又是多少 这些都需要收益管理者充分掌握 并分析大量的数据 去协助总经理 市场总监 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其中 收益管理经理 设计具体的定价战术 包括酒店需要设置几档价格 其中 协议价 非协议价 分别需要设置几档 是否设置包价 折扣价 如果设置 具体如何设置 这些都需要收益管理者 进行设计 第三 收益管理经理 参与收益管理策略的 日常实施 对酒店制定的战略和战术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有很多细节 需要进行处理 有些需要收益管理经理 或者总先 亲自监督指导 甚至亲自操作 第四 收益管理经理 需要完成业绩指标 需要承担酒店 收益最大化的任务 虽然不像销售那样 有硬性的销售 这个任务 指标要求 但是收益管理者 有更重要的业绩指标 比如整个酒店的 RGI ADR GOP等等指标 最后 收益管理经理 需要带领整个团队 不仅是部门的领导者 而且在整个酒店团队中 也是个主要的领导角色 随着收益管理发展 呈全收入流的管理 和市场 销售 餐饮 美容 娱乐 康体等部门 有更紧密的合作 收益管理者 不仅要从各个部门 获取有助于决策的信息 还要发布制定的政策 按其他部门 协同执行 随着酒店业任意激烈的竞争 和市场持续细分 对收益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其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 然而 不同于酒店业的迅速发展 收益管理人才的培养 现状不容乐观 首先 收益管理人才的培养 十分缓慢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就形成了人才短缺 尤其是具有丰富经验的 心理人才短缺的现状 此外 收益管理人才的培养方式方法 也有待突破 缺少系统的培养模式 同时 在这一方面高等教育 也还不完善 另外 缺发竞争力的薪资水平 造成了收益管理人才的高流动性 而这种高流动性 反过来又影响 酒店投资培养收益管理人才的意愿 随着行业越来越认识到 收益管理人才对实践的重要性 一起酒店集团主动做出改变 开展新的尝试 酒店正在开拓多方面的人才引进渠道 广泛吸引更多行业内外的收益管理人才 以其获取竞争优势 对于专业的收益管理人才而言 也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满足在酒店中的多元化角色定位 收益管理为中国酒店业者实现收益最大化提供的方向 但是由于收益管理在中国酒店业的应用还不成熟 使用时间不长 有些从业者的收益管理规范和观念还存在着偏偏性 从而影响到管理实施的效果 例如在实施收益管理时面对客房存量的激增 为了保持入住率和实现收益 一些酒店会降低房价以刺激短期需求 但这往往会损害酒店长期利益 有可能会引起全行业的价格战 不利于健康的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 消费者往往会存在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心理参考价格 并以此来评估享受的价格是否合理和公平 从长期来看 酒店平房的低价行为 可能会降低消费者心中的参考价格 长此以往 酒店要恢复高价就很困难 下面我来向你分享收益管理中的三个常见的错误观念 第一 出租率和收益管理的矛盾 相信很大一部分同学都会认为 对于一个年平均出租率不到60%的酒店来说 其关键任务是提高出租率 因此不适合实施收益管理 这种观念有着严重的局限性 首先衡量收益管理好坏的指标是单房收益 优化收益不能只是提高出租率 而是要追求平均房价和出租率的组合 其次 对收益好坏的评价 不能单看一家酒店 而要在整个行业竞争环境中进行比较 就好比国内其他城市的酒店房价和北上广的酒店房价不具可比性一样 所以指标的绝对值并不能完全说明酒店的竞争力 可能有的酒店出租率并没有达到60% 但酒店市场综合指数却高于竞争对手 这也说明它具备竞争优势 再进一步讲 就算市场综合指数低于竞争对手 还要看市场渗透指数和房价指数等数据与竞争对手比较的情况 毕竟收益管理追求的是将适当的产品以适当的价格 通过适当的销售渠道在适当的时机销售给适当的客户 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销售额和利润率 因此就算是出租率不高的酒店 也需要通过收益管理对产品价格渠道时机以及客户构成进行研究 对于出租率高的酒店 收益管理可以通过降低成本 优化价格实现收益最大化 而对于出租率不高的酒店 收益管理也可以通过需求把控来优化收益 第二个错误观念是 收益管理是收益经理的个人事情 有人认为收益管理的工作内容就是 第一在需求忘记超预定并控制房量以争取满房 第二管理分销渠道 第二按照需求调整价格 第三制作报表召开收益分析会 因此收益管理只是收益管理经理的工作 这正确吗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收益管理管控的五大核心内容 产品 时间 价格 渠道和市场 这五个内容和酒店其他部门的关系 比如产品部门需要始终关注和完善产品和服务 销售部门和营销部门需要始终跟踪客户 了解需求 从而对销售时机 销售价格 销售渠道进行管控和优化 这些都需要整个管理团队结合酒店时机进行情况 及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统筹分析 其次 在收益管理的日常操作中 需要各个部门的紧密配合 如果没有设备部门对客房及时进行维修 前台对客人离电信息的核准和传递 销售部门对于团队客人信息的变化及时反馈 管家部门的及时清扫等等 收益管理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 从而做出精准的预测 无论从收益管理的内容本质 还是日常操作过程来看 收益管理都不只是收益经理的个人舞台 而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第三个错误观念是 收益管理与市场销售的矛盾 部分人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质 就是不断地提升价格 这会给销售部门带来巨大的压力 甚至导致客户流失 诚然提高单位产品售价 是收益管理的工作的一部分 与销售人员基于业绩的压力 考核的原因 以及客户诉求 希望以较低价格来售卖产品的想法 从表面看起来是冲突的 但是这样的冲突真的不可调和吗 首先从目的上看 销售和收益管理的工作 都是为了创收 收益管理通过分析有效预测 和管控需求 为销售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其次收益管理定价决策 是对市场供求进行全面把控 对客户性质进行整体了解 对收入配比进行综合考虑得到的结果 兼顾酒店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从而帮助销售人员 以更合适的价格满足宾客需求 产品单价和单房收益 只是衡量酒店收益的局部指标 收益管理着眼于酒店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通过运用有效的管控手段 在同等收入机会时 利用GOP PAD指标进行筛选 和衡量巧妙搭配团队和散客的比例 总的来说 收益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 不断实践 不断深入的过程 要想有效应用收益管理方法 首先要培养正确的收益管理文化 加深团队对收益管理的认识 及理解程度 然后培养优秀的收益管理人才 最后才能够有效应用收益管理技术 本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你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